那我刚开始就是也是找咖啡馆 因为我就是常常去喝咖啡嘛 然后就想说到底是能够去哪里发表这样子 因为没有任何概念 然后就是就觉得说就是已经累积到了一些作品了 然后于是呢我就是找了咖啡馆 然后就开始办了第一次的展览 那你就是都办好了之后对不对 然后就是只欠东风了 那东风是什么 东风就是所谓的那个来宾 那首先呢你就是一定会定一个日期嘛 那但是问题是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哦 你除了邀请的人 你可能会邀请你的家人 然后你的朋友 凡事起头难嘛 我那个时候就是犯了一件很大的一个问题 错误 就是我在画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画白荷花 然后有画了有关于花卉 因为我个人就是蛮喜欢一些花草类的啊 然后结果就是有一个就是好像就是80岁的长者 他就悄悄的把我拉到旁边就说 哎哎小姐我跟你说 这个百合是六瓣花 那你都画成五瓣 只有一朵画对 然后我就心里想 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是还蛮尴尬的 那因为我觉得说 啊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 这是一个很 应该是很基本的啊 我怎么会这种东西 我怎么会搞不清楚呢 就很尴尬啊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怎么办 那一张 后来看到那一张就会有一点 就觉得就是一种人生的瑕疵 那种感觉 可是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超棒的就是 怎样超棒我就说 好谢谢 好我知道了 是 我会改进这样 就是自己在讲 会觉得说 我那时候的处理方法很好 因为有的艺术家是讲不得的 那我觉得我自己这一点的个性 是真的觉得比较 比较能够包容 会去听 是会有人会跟你讲一下你的 你的缺点 或者是你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其实都要虚心的一些接受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自己还蛮棒的 就是说 我好谢谢 我会自己认真检讨 可是其实我非常非常的自责 因为我会觉得 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错误呢 于是第一次的个展的时候 其实人都是要去省私的 然后我就是自己就是 更加的就是奋发土腔 真的是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超级奋发土腔的 然后我就去图书馆 或者是说 找Google 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任何东西 就是研究再研究 然后它的一些 一些花啊 什么或是叶子啊 纹路啊 然后生长啊 怎么种植啊 那我都会仔细的去研究它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是会身体力行 就是去种植这方面 所以当时是花了很多的苦心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 仅只限于就是说 你可能要创作的这些题材 或者是花卉之类 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 就是你要去认识 所以这世界是很大的 植物是很多的 那我就觉得很神奇 就是永远都是研究不完 这样子 好 所以就是说 这也是一个经验 就是说你慢慢的 你每一次啊 你都会更好 那你在第一次做展览的时候 其实因为 通常我的经验是 要么就是你很紧张 要么就是你一点都不害怕 很紧张就是 你可能会想象很多的问题 它可能会发生 那你的不紧张 有可能就是 因为你根本没有经验 你根本没有办过 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那所以这是 有经验的话就是 你就会再去检讨嘛 那你没有经验的话 就是也没有关系 就是说不定 就是没有那么的完美 那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展览的时候啊 就会说 那个祝你这个圆满 那有时候也会说 圆满结束 这个其实是有它的 就是道理的 所以这个 我们会给人家祝福 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 比较商业一点 祝福大卖 因为这是时代的关系 因为我现在几乎都是听到 就是说画作大卖这样子 然后我们那时候办的时候 就是根本没有想到说 要原来画能够卖这件事情 那现在觉得会觉得当时真的是因为没有艺术家朋友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不知道说原来画作是可以就是卖的 然后你是要建立厂家的 不过就是说这一路走来你也是十来年吗 你也会去知道 所以你慢慢的就是说 你可能会先从国内 例如说咖啡馆 例如说 国父纪念馆 然后反正就是所有的公家机关 你都可以去申请看看 好那当然咖啡馆是一种就是比较清明 然后比较随性自在的一个方式 应该是说那个压力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的大 当然就是一个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那还有一种就是公益展 例如说什么拍卖呀 或者是在医院 这个展览其实也是觉得也是不错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会笑说 他的画是在全省的这个医院展览 那个家里比较小 然后他就可以让这些画就是轮流去住 其实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啦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那你的 你一定会越来越进步 那你有可能就是会被画廊发现 好那你没有发现 你自己也是要定一个目标哦 就是你不要想说 等我画好的时候 我再去找展览 其实不是这样 那你这样子永远都不会画好 应该是说你每年给自己做一个目标 那你慢慢的可能就两年一档 或者是一年一档 那你这样子才会进步 因为等你就是有作品嘛 那你才会有机会哦 最后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是永远都是准备不完的 那你自己在心理的时候 你就是要自己要有一个schedule 就是说你在创作的时候啊 你就是要按部就班 例如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计划 就是我这一年我就画20张 或是画到40张 你自己要有一个年度计划 或者是一个半年的计划 那你刚好有机会来的时候 你就能够接住啊 那不然的话 你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来的时候 你都 你都 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承受 或是去接 因为不然你都是永远都是旧的话 因为你总不能就是 永远都是那20张 30张那100张在展览吧 所以但是你这条路其实是很神奇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好好的努力 然后其实艺术家是这样 你永远就是在那个表面上啊 就是看不到就是这样 好然后你你就是永远都是在压子滑水 就是你你第一次做展览的人 就是说第一个你一定是作品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展卡 那当然就是地方你一定会先 已经就是找好了这样子 就是刚开始你就是不要野心很大 这样子说我要100瓶 我要30瓶 其实不用 你就是小小的咖啡馆其实也是可以 甚至在医院也是很好啊 因为艺术也是可以让人家疗愈嘛 然后你也就是可以让人家认识你啊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茶会的日期 如果可以的话 然后你就要准备你的导览 字界然后艺术的一些理想 艺术论述 那你不会讲话你就是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 那你慢慢的去学习说 哦原来我介绍画作我是要怎样的去介绍 才不会说空洞 那或者是一直在闲话家常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样子 那你这个长家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有卖的话 就哦对 还有一个就是定价 就是你那个如果它它是那种公家展的 或者是说医院的话 那就是有的可以写价格 有的就是它不让你写 然后有的就是你可以写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写没有关系 好那你的那个资讯啊 或者是QR Code 或者是你的联络方式 那你尽量就是把它就是 可以在公开的时候就是把它给公开出来 不要搞那个神秘 想说害羞 因为你出去展就是 因为你出去展就是希望人家认识你嘛 嘿就是因为艺术这件事情 其实你会变得很裸露 因为你要经得起就是公审这件事情 就像政治人物一样 因为艺术家这个歌星啊 艺术家其实都算是公众人物 然后这些东西的作品 你就会公开嘛 然后很多人就会给你批评跟指教啊 然后这时候就是会培养你的这个包容度 宽容度的时候 所以就是虽然有一些话是 有时候是你不想听 或是你觉得你不认同 但是你都虚心接受啦 然后你放在心里就好了 那其实我们都是会每一次就是会成长嘛 都会越来越好的 然后就最后就是等到这个展期结束 那你就是再把它策展回来 那不展他有时候他会跟你约 就是你要跟人家约好 我什么时候策展不展 这都是在刚开始的协调 然后例如说像咖啡馆 他就是一般都会找上班 就是你那个八点后或是九点以后 就是你一定要去尊重 尊重人家的场地 尊重人家的想法 就是我一直常常讲的就是沟通这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自以为是或是说 我以为你们都没人了 我以为你们都怎么样了 不要这样子想 就是你要先问一下说 请问我什么时候方便呢 这之类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个 就是准备一个 你可以准备一个就是签到本 然后让人家就是写名字啊 之类的东西 那很多人都会给你写说加油哦 祝福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